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来一直在深山里游荡 到处吃喝 过着潇洒自由的生活 因此身上的羊毛也是越积越多 从远处看就像是一个会自己滚动的大羊毛球 一张脸勉强可以看见 眼睛都快被遮住了 不知其他羊看见会做何感想 不过最终这只羊也没有逃脱被剪毛的命运 不见不知道一剪下一跳 当人们最后把羊毛剪下来的时候都惊呆了 它的羊毛量已经是其他羊的六倍了 一身羊毛重达54斤 不知道这只羊是怎么驮着这54斤的羊毛来回跑动的 即使让人搬着50多斤的东西来回走动 也走不了多长的路吧 不得不说这还是一只健身羊 没过多长时间 这只为躲避剪毛的绵羊的故事和照片 就疯一样的传遍了网络 而且很多人慕名而来观看这只绵羊 最后还为它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剪毛仪式 星期半电视台还直播了剪毛的过程 整整一个多小时的剪毛仪式一剪成名 不知道这只绵羊做何感想 但是剪完毛的绵羊也因此成了很多媒体的焦点 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真是不得了啦 这么有个性的这只绵羊 会不会也为想成为网红的人们 提供了新的思路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